大盘早盘跳水直接单边下挫 那这种下跌尾盘还能收起来吗 今天是2月15号中午收盘了 上午大盘走得不咋地 就包括昨天涨得不错的一些东西都出现了回落 你像保险呢 还有一部分啊顺周期内的银行 包括有色金属等等都出现了一个回落 那么大盘在这个位置到底能不能撑住 我们昨天和前天就这些天一直在讲风向标的事 风向标就是券商板块 那券商板块的表现跟大盘走的 大家瞧瞧怎么样 880472 大家一看这怎么这个风向标还真成了风向标 他的走势完全把大盘给左右了 你看这个位置跟着我向上看 是不是他们两个几乎就一样 那么好了 现在下午呢 我们仍然摆这个风向标 拿成主要位置 看看他能不能收到黄色线上方 黄色线是日内均价线 如果多方又是发力的话 他想上涨必须先超过均价线 均价线不是说很多人都拿他当回事啊 但是咱们首先看的就是均价线 好那么大盘在这下午 既然我们知道看哪个风向剩下该怎么弄就很关键了 我们以上证指数为例 上证指数昨天大家瞧又走出了一个实体上 咱指的是实体收盘价 创了本轮上涨以来的新高 虽然本轮上涨高点是3310点 但是昨天收盘价3293 这个位置可是本轮实体阳线最高点 那么实体阳线最高点在技术理论上讲究 这个位置就相当于高点 那么高点如果看着这种情形 可出现了一个背离情况 什么背离 有两个方面背离 第一出现量价背离 也就是收盘价实体阳线高 可是成交量不高 这个就叫量价背离 另外就是MACD出现了背离 MACD这个位置怎么看呢 主要看DIF值就是DIF值 DIF值现在明显大于当3100点的DIF值 明显大于现在的DIF值 那么有人说那这高这低 这也不是背离呀 你要看咱们的收盘价 这个是最高价 是不假3310点 但是当日的收盘价并没有那么高 所以说昨天大盘收盘价 这个位置就是被我们作为一个采集点 那么高点就相当于跟这个MACD动能指标 开始出现了背离 在这种背离情况下 我们不知道未来会发生什么 所以又拿出第二个参考点 什么东西 短期趋势 短期趋势我曾经给大家讲过 按照30分钟走势图来掐 来我们看一眼30分钟图 通过这个板块 我们瞧30分钟更清晰 以上正指数30分钟走势图 那么这个里面表现的是这个形式 大家看 这已经很出现了很明显的啊 一个高位背离 并且这个位置又出现了一个顿化 这里出现顿化 这不是什么好事 30分钟级别呢 虽然你给这儿好像看不出什么 但是短线我们操作起来 这不就是有了一个小标准吗 这个位置可出现了一个30分钟的顿化 如果再把级别放低 放到15分钟级别 显现的更充分 大家瞧 不单是顿化 而且也已经出现了高位的背离现象 这个叫什么 这就是我们得提醒大家 在短线上要十分注意 尽管这些天 古邦一直跟大家讲 说现在我们不要看指数的 这个具体的数字了 因为指数现在是失真的 所以说我们现在 一定要看好自己手里的品种 一旦自己手里那个品种 就是五日线不破 那好吧 五日线不破 假如这样 就这根线要是不破 我们拿着干就完了呗 但一旦要是跌破五日线 得想办法 最起码我们也应该做一个减仓的动作 减棒总是没错的 那么在这假如第一破五日线 五日线被称之为短期趋势线 那么五日线都破了 就证明短期趋势呢 它有一个整理的要求 我们把这个拿出来换到别的 那有多么好 那好 我们再看今天的市场热点啊 昨天大盘呢 是属于热点散乱 今天在做早播报 我已经详细阐述 并且把这个里面的上证指数啊 跟这个创业版的50啊 它们之间出现了分化 同时这个板块与板块 还有板块内部之间 都产生了分歧和分化 最主要的这里面 出现是很多热点上的散乱 不像过去热点很集中 要干就干什么 现在热点散乱 另一个重点看的是 现在热点出现的呢 都没有一个龙头效应 一旦产生龙头效应的话 那么就好吧 来我们看今天的热点板块 大家瞧 通过热点从这和这都能看到啊 今天的热点呢 是在这里面产生的 今天你瞧 高压充电 就是咱们传说中的 有一种钙态电池等等啊 这些东西呢 又开始火爆了 今天最长得最好的呢 也就是前期长得比较漂亮的 Chat GPT 这种东西又拿出来翻炒 这叫啥呀 这不就叫做再次启动吗 而且Chat GDP 有六七个在这出现在涨停板上 那么他呢 只有他继续给这儿往前通 那么才能把其他板块带起来 你瞧 以Chat GDP 就这东西 GPT 他带动了一些 包括AIGC 这他们是属于一趟的啊 还有一部分跟风盘 你比方说国资云呢 还有Web3 今天上涨最好的呢 都是这些软件类的 大家看到没 又是鸿蒙啊 包括元计算啊 操作系统 东式计算等等 都是这些 但这些东西 他们的市值太小 所以说没有办法 把大盘指数带上去 那大盘指数要想上去 得看什么呢 得看这些家伙 浓眉大眼的 就这些个白马骨 不光是白马骨 那么另一部分呢 还得看一些宁组合 可是今天宁组合为例的 一些东西呢 不但不上涨 他们有一部分甚至在这 还拖累了一些指数 更主要的我们看 就是半导体呀 包括啊 这些IT有一些个小设备呀 尤其是这些个 就是有一些号召能力的 就是权重盘子比较大的 这些东西 科技类的有一些东西 并没有上涨 今天热点方面呢 虽然说并不少 但由于他们这个盘子太小 所以不能把这个整体效应带动 产生了大盘上的一个单边下挫 那么这种东西 看不看到之前 在烧盘前一个多小时 这里们呢 还来了一些资金往里冲 这些是不是一个又多行为 假如这些要是又多的话 那么他们很有可能是边打边撤 我们一定要看好自己手里的 更多的品种 另外强调这个 我们看 现在呢 大盘虽然说指数上 在这出现了一个冲高 昨天啊冲高 实体收盘是个大阳线 但是在这呢 如果拉直了看 我们看到平均股价 以平均股价 大家一瞧就很分明 就这个位置 分明是在这位置 还没调整呢 大盘现在虽然说 进入了一个横盘震荡 包括券商 我们的牛市的起手 也是本轮的风向标 880 472 你看 券商在这还是一个横盘震荡期间 那么这个时候 我们怕他什么 怕他突然间出现反水 他要反水一跳水 那么大盘也有可能像蹦极一样 突然间下来 那么我们怎么办 现在大盘呢 上涨的东西 你像今天上午又出现新品种呢 像电信呢 5G呀 这些东西 那么他们跟通讯有关系的 这不都是跟农一号文件有关吗 我们像乡村振兴啊 包括数字经济呀 尤其是往下面还要铺一些互联网 电商又沉到下面 现在所有东西都得讲究到下沉 那么这些下沉的时候 像软件服务等等 这些一系列都在动的时候 只是他们动 他们权重太小 而另一波主要的东西 却没动 大家要认真清晰的看好这个事 你比方说农一号里面的 你咱们的啊 像农业 化工 就这些个 咱指的是化肥类啊 就是这些都跟农有关系的 他们可都在跌着呢 那么真正的正主 就属于啊 人家主心股跌了 可是外围一些个 就围绕着的 环绕的一些东西涨了 这算什么呢 对吧 主要的 人家农业的还没上去 往前跑呢 其他的先领跑了 或者强跑了 所以这个上涨 换句话说 一些个就跟农有关系的 他们属于俘属设施先涨 这些东西 并代表不了大盘的意愿 所以说在这我们要认真关注 你像农业的里面的养殖啊 就这些东西都得动 那么农业才能动 另外咱们强调的就是 这些个顺周期类的 你像钢铁 煤炭 有色 化工 就这些顺周期类的 包括咱们的大金融 像银行 保险 券商 这些东西啥啥都没动 尤其这两天啊 包括昨天卷土重来的一些个 新冠药 他们也没动 今天上午的时候 以医药为代表的 新冠药 创新药等等 这些东西还跌着呢 另外昨天长得比较好的 就是大基建 就是建筑类的 那么今天包括房地产 他们还在下跌呢 我说了这么多 就总结出一句话 在这种种迹象表明 只要大盘 这个东西能够保持上涨 或者是说 咱们手里的东西啊 我们手里的品种 要是能够不破五日线 那么持股代涨 没毛病 中长线这呢 看涨也是没毛病的 但是短期 现在这儿 明明有一个回头的要求 我们就要认真关注 一旦出现跳水 一旦我们手中的东西 跌破五日线 还是要做出一个 减棒的动作 好 朋友们 我是古邦 喜欢古邦的加关注 我发视频 你第一时间都能收到了 朋友们 下午收盘见 我发现了这儿 我们下午充电 好